您好 欢迎收看今夜说新闻 台湾正积极地利用云端技术 推出各种的应用服务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告诉您 如何应用云端 让我们的生活更便利 首先看我们的报道 手机不断发出警讯 因为手机已经被锁定 连关机都关不了 这是电信公司开发的云端应用系统 如果手机掉了 透过云端服务 首先能找到手机位置 再锁定手机无法使用 甚至可以直接在网络上 清除手机端的所有私人资料 你可以发一封简讯到手机里面 就跟简单你手机的人告诉他说 我知道你的手机在这边 那希望你归还 云端科技突破地点与时间的限制 就算位移偏乡缺乏教育资源的孩子 也可以透过云端科技的学习工厂 仿佛把补习班搬回家 随时可以上网学习 自我检测 解决教育环境上的问题 因为他们题库很多 然后可以让我们多写一点题目 然后可以看 看那个教学影片 对 然后可以让我们 有更多的学习机会 现今有许多的产业 受惠于云端服务的发展 未来云端所带来商机无限 也将强势改变人类的生活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 行政院政务委员张善政 张政委员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是 今天我们谈的主题是云端科技 那很多人他心里面会想的 想法是说云端 就像天上的云一样 跟他生活距离非常的遥远 所以能不能请谈一谈 他其实跟我们生活当中 有什么样的联系 我们是不是真的生活在云端里 对现代人来讲 讲到云第一个想法就是云深不知处 云到底代表什么 其实云就是我们在技术上 就是代表网际网路 举个例子 通常你用手机拍照片 然后刚才前面有个影带 讲说手机掉了 可以透过云端去找 其实有一个真正的故事 真实的故事是怎么一回事呢 说有人在邮轮上观光 就手机掉了 手机掉了他拍了很多照片 那些照片其实都上传到云端 存在云端上面 他回家去看这个照片的时候 发现说奇怪 这个云端上面储存 他手机照片 有些照片不是他拍的 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是他在邮轮上面的时候 手机被那个邮轮上面的那些 服务生捡走了 捡到了 所以他拍了一些邮轮上面 什么厨房里面照片 这个朋友的照片 就发现说原来是被谁捡走了 就回去把这个手机找回来说 你捡了我的手机对不对 因为我看到你拍的照片 就是你的朋友啊 就借此这机会就捡回来 所以这个你手机的照片 不用存在这个手机里头 而是存在网路里面 其实即便你手边上 已经没有手机了 可是你回家 还是透过别的装置 别的这个什么iPad等等 可以看到 再把它抓下来 对 说原来手机拍的这些照片 知道说原来是谁拍的 大概是什么人拍的 找到他的手机 所以这是一个很小的故事 真实的故事 在网路上 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包括我们现在政府 很多的这个工作 包括民众跟政府 有一些公文的往来 或是一些服务上的运用方面 也可以在网路上 就可以直接达到 这样的可净性 可以增加效率 那为什么政府 还要在云端的部分加强 它是有什么样用意 然后目前推动的现况 云端的一个基本观念 就是希望大家 秉除门户之间 把所有资料都公开出来 放在网路上 让大家去运用 这个是基本的触发点 所以我随便举几个例子 前一阵子财政部说 大家不要再拿发票了 发票都电子化了 然后有人说不习惯 不习惯 其实习不习惯是一回事 这个行为模式总会改变 但真正重要的是 企业处理这个发票 整个全部简化 变成无止化 这个对于我们这个环保 不要再去砍树 印这个发票 我们一年国内 有80亿张发票 你知道吗 那个80亿张发票 这80亿张发票 砍8万棵树 你想想看 这个对环境有多大的冲击 现在完全无止化 只剩下民众说 我不习惯还算拿一个收据 这个可以 但是最重要是企业后端 整个处理发票的流程 开车子运送发票流程 印制发票流程 完全省掉 这就是电子发票云的一个做法 这是比较成熟 现在已经各位到 这个便利上面去买东西的时候 几乎都已经看到了 所以常常会问到 你要不要发票收据 不要的话也没关系 还是记得说 你买了一个东西 有一张发票 中奖的会通知你 还是方便 那其他还有我们比较 现在比较不常理解的 比如说包括内政部的这个 涂资云 消防署的防救灾的 这个部分 大家的应用 我再点几样 你讲得非常好 像涂资云 那个前一阵子 很遗憾不是有一架飞机 去拍这个航照的时候 摔到山里头吗 对 在做什么 就是在拍我们台湾这个地图 因为台湾的地貌不断地在变 对不对 经过一次台风 可能就变了一下 所以涂资云 基本上就是要把所有机关 我们农委会 交通部 内政部 各个机关 所有地图的这些资讯 全部放到网络上面 大家彼此分享 所以以后 我们这个图资只要一套就好 不用说内政部拍内政部的 农委会拍农委会 农委拍农委会干什么呢 农委会拍照片 主要是土石流 农委会关土石流 内政部当然管地图 所以你看每个部位都有不同的需要 去拍照片 但是以后大家拍一套 大家互相分享 不要拍很多套 土石流基本上要做这件事情 严考会电子化政府 它是不是就是电子公文 更扩大 其中一项是电子公文 可是电子公文行之有年 是要怎么样把它更好 现在其实电子公文 我们讲说地方政府好了 高雄县有一套 台南县有一套 台中县有一套 我们说每个人都弄一套干什么 为什么不集中起来 弄一套硬体一套软体就好 那这样子节省硬体 节省软体 而且公文本来就是要互通的 你说台中县有没有机会 要发公文给台南县 或是行政院 当然有 那这个时候公文互通就更有效率 那好比说农委会的这个农业云 跟卫生署的健康云 是不是可以 食品云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放到一起去呢 对 其实 它可以互联吗 云跟云之间 云本来就是可以互联 云的意思就是放在网路上面 网路就是互联 所以我们在讲这个食品云 基本上就是说 也是最在养念的事情 今天又说什么 又有发现猪肉有 用瘦肉精 对不对 大家很担心 你会不会担心说 那我买到的瘦肉精 是不是跟报纸上登的 查到瘦肉 我买到的猪肉 是不是跟报纸上登有 瘦肉精的猪肉 是同一个来源呢 你不知道啊 我们透过这个食品云 基本上就是要查到 整个追溯到最源头 是同一个地方出来的 那跟农业云有什么不一样呢 农业云其实比这食品云 范围又大一点 它基本上是要把 生产履历 这个生产履历以外 它是希望把农会连上来 把这个很多农家 很多这个农村的 这种观光景点 整个农业体系的这种 生态 动态 全部都放在上面 包括甚至可以做 观光的用途 那环支云也是 稍有雏形 因为各位知道 政府要组改嘛 组织改造 所以明年的环支部 现在的环保署 明年变成环支部以后 它是超大的部会 现在属于交通部 气象局要归它 现在属于比如说 经济部的水利署要归它 国家公园要归它 所以它现在这边就是想说 现在不归我的很多部门 归到以后 新的环支部以后 怎么样把这些资讯都串起来 不管是大家担心这种 空气污染也好 或是水的品质 或是水的气象 这种资讯 全部都要在一朵云上面 那请您用下面图法 帮我们谈一下 其实发现这个 要推动这个云端 每一个部门 其实是要结合 互相合作的 能不能看一下 比如说像现在这个 最常用到这个景正云 它也是结合很多单位吧 对 我们拿右上角 这个全国监视系统来讲 我想你看 现在到银行区 有那个摄影机 对不对 社区也有摄影机 到那个便利商店 也有摄影机 路口也有摄影机 但是你现在看 这些摄影机归谁 你说银行的摄影机 贵他人归银行管 对不对 然后便利商店 归便利商店 路口归谁 当然也不是归银行 然后社区可能归 社区管委会 那我们现在想一个情境 说假使你家小孩 或是你家老人家 走失了 你要去报警找 说到底他什么时候走失 走了什么地方的路径 到哪里去了 最好当然就是说 从你家开始走 从你家录影带 开始一样一样追 说你家的社区 有录影带 看到走到路口了 对不对 有录口吧 那个录影带掉出来 说他走到哪里去了 走到一个便利商店 去买了一些糖果 便利商店也可以掉出来 现在你如果去报警 警察要去把 这些录影带掉出来 还不容易 因为不归他 可能又归银行 归便利商店 所以其实现在 都有这种录影带 跟录影系统 所以这种监视影像系统 到处也是共享 我们将来希望说 全部打通 大家这个录影带 只要是警察 有这种公权力的单位 就可以去调阅 这个便利商店的 可以调阅这个银行的 调阅社区的 所以你说 我去报警说 我家小孩走失了 他可以 不管是谁的录影带 跨过不同的单位 就依照你小孩 走的路径 一关一关找 最后说 最后跑到 一公里以外的 便利商店 就吃糖去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过程 可以不用在那边 不用那么多 各单位协调的时间 这就是一个例子 说你看 这些资料都有 但是如果能够 串起来做 加值运用的话 其实对民众来讲 方便程度是进步很多 对不对 现在还有这个 影音报案系统 这报案不是打电话吗 为什么还会有 影音报案系统 你如果说 家里面曾经遭受 就是小偷偷过 你就知道 你去报警 拍照 报警以后 警察就说 那这个张先生 请你到局里面来 我们帮你做个笔录 那我心里面 家里面 心里想说 家里面才被偷 心里面七上八下的 还跑到警察局 去做笔录 当然很不 很不 很不 很不人性化 很不人性化 或是说心里面 七上八下 对不对 假使说警察说 我到你家去拍几张照片 踩一些什么指纹之类的 顺便就在你家里面 弄个什么 类似手机 手持装置 张先生 你就讲一下说 这是过程怎么样吧 所以你根本 在家里面 就完成报案的手续 那你报案的这些录影带 那个录音带什么的 他就说 没有关系 都存在我的手持装置里面 我马上上传到警察局 那个报案系统去 然后就马上去 完成了 对 马上就完成了 就不用再到警察局 说做笔录 还是有时候 还要按指纹 什么签名 这个其实 其实心里面 七上八下 总是不太人性 对不对 难怪有人说 如果你没有去报过案 你就不会了解 景正云的便利 就是如果我们平常生活 是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的 我们跟警察机关 没有任何的接触的话 其实不晓得 景正云在干嘛 对 没错 如果真的是自己 发生一些这种 令人伤扰 就会体会到说 能够这样的话 是不一样的 对 非常体贴 感觉到警察非常体贴 对不对 我心里面 七上八下的时候 不要叫我做一些 形式化的事情 对对 像这种勤务派遣系统 就跟一般民众 没关系了吧 当然是警察 调度警力是比较快的 比如说 也是刚刚一样说 你家如果很不幸 出了小偷 对不对 他可以查一下说 刚好在五分钟以外的地方 就有一位警察 刚好勤募洛 在那边巡逻 就不用再从警察局 派就直接 他直接在系统上 就被抠到 你就抠五分钟的路 你就弯过去看一下吧 所以他其实有很多种 不管是在政府 或者民间 都有很大的便利 那我们还有哪些 推动比较成熟的 对 我想 以今天这两天的新闻 大家最关心就是说 怎么猪肉也有瘦肉精呢 对不对 所以这家庭主妇 到菜市场去买菜 卖场去买菜的时候 当然会想到说 我买的猪肉 有没有瘦肉精 你去这个餐厅吃饭的时候 也想说 我吃的猪肉是不是跟瘦肉精 同一家 同一家来源 所以我们做这个食品 追溯履历 就是说 从最左边的生产端开始 所有的这些农产品 猪肉 牛肉等等 一直到中间的运输加工 到最后的卖场 到餐厅 我们都要能够追溯 所以我们说 如果这个系统 现在已经完成 这个初步的雏形 大概这半年里面 年底会有一个小的雏形 牛肉的会做好 那猪肉等等 其他农产品 也会陆续在一两年之内 都做好 所以我们拿 刚刚讲这个 说有查到 有些猪肉 有瘦肉精的情况来讲 那我们就可以查回源头说 这个是某某养猪场 在某两个月里面 喂的猪里面 都有这个瘦肉精 这两月里面的这些猪肉 都卖到哪里去了呢 可能卖到有些加工厂 做了香肠 可能卖到有些餐厅 去做了这个猪排 对不对 有些是到卖场去 所以我们一旦查出说 有一批猪肉 有问题的时候 查到源头 再从源头查到说 它卖到什么地方去 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 把这些猪肉 都全部下架 从餐厅里面下架 从卖场下架 回收 对对对 然后那个香肠也是都 都是从市场下架 所以这家庭主妇 在买菜的时候 就不用担心 我们以后可以说到 我们的这个资讯系统 云端的系统 可以让这个下架的工作 再譬如说 半天 一天之内 全部下架 就完成了 所以你如果担心 一天不要买猪肉 对 绝对不会吃到肚子里 对 第二天还是可以放心的买 不然你看前一阵子 那猪肉价格崩盘 我们弄卖主委 非常辛苦 他说他陪了行政院长 两个人在电视上面 示范吃猪肉 是是是 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对对对 所以他其实也是 减少我们产业的损失 因为毕竟是单一的 不好的个案 也不能影响到 整个的产业链 对所以你看这个动不动 我们说出一个什么事情 猪肉崩盘 前一阵子说 彰化什么养鸡场 禽流感 鸡蛋也崩盘 价格崩盘 这些事情 希望以后都不要再出现 因为我们都可以追到说 有问题的产品 卖到哪里去 可以很快的下架 是是是 那除了这个吃的以外 我们平常生活当中 包括我们要看病 这个事情就很重要 尤其是这个病例 平常我都 我都到这个 第一家医院 叫A医院去看病 因为他离我家最近 那有一天 我得了一个很奇怪的症状 A医院告诉我说 张先生我们医院太小了 你到那个比较大的 B医院去好了 对不对 然后我到B医院去的时候 B医院告诉我说 张先生 你从来没有在我们这边 看过病 是也没有病例 然后怎么样 所以我们就要帮你照X光 帮你做 帮你做胃镜 什么有的没的 我心里想说 我昨天才照的X光 在A照的X光 对不对 胃镜做一次很痛苦 能不能不要做呢 他们说对不起 你的东西都在A 我们B医院都没有 很麻烦对不对 所以换个医院 就这么麻烦 我们希望将来 做到什么地方呢 我们希望说将来 我们云端上面 有一个目录 说这个目录里面 记得什么事情 记得说张先生 你的这个病例 你的X光片 你的胃镜的这个资料 全部都在A 然后只要经过 你当事人的同意允许 你到B区的时候 B医院可以透过这云端 查到说你的东西在A 然后当然你当事人 已经同意了 所以就可以从A医院 透过网路 把你的这个X光 病例 这个胃镜 全部资料都带到B区 所以B医院就可以 不要再重复 A医院做的事情 可以很快帮你做诊断 这个是我们心目里面 想的这个愿景 这个也是今年年底前 会有个小的雏形出现 会在我们挑了 跟卫生署协商 挑了某个偏乡 在这个偏乡 原住民的卫生所 到这个比较附近的医院 他们可以开始通病例了 所以万一原住民 在这个卫生署里面 看了一些初步的诊断 卫生署说 你得到什么 比较大城市区的医院去 他很多这种诊断不用再重复 所以这个云端基本上就是 让医院把所有的目录 全部都摆上去 然后医院之间皮子 可以透过这个目录去知道说 别人那边有什么东西 我需要的话 当时的病人同意就可以 从那边调出他的资料 所以要成就一个这么庞大的 这个云端应用服务系统 是要很多的单位的无私 还有主动的配合 对对对对 没有错 对对对 像包括电子发票 也是要让大家改变这个观念 然后同时又很环保的做法 现在这个电子发票 应该是所有里面最成熟的吧 对它是走得最早的 当然最近也受到一些批评说 这个民众的行为模式不习惯 刚才已经讲过了 但是真正刚才讲说 有什么好处呢 企业就不要再做 纸本的发票处理 所以我们假使说 拿个悠游卡 或拿个信用卡 到这商店去消费的时候 当然你刷卡那个流程 原来就没有问题 那现在这电子发票的云 帮你多做另外一段的事情 是你这个刷卡的这个发票 譬如说我刷了500块钱 买的一个东西 那他就给你这发票 发票有号码对不对 这发票号码跟你消费金额 也会存到另外财政部里面 的一个所谓的电子发票云 所以你虽然手上 不一定要拿发票 有人不放心 还是要拿 没有关系 但是有人就 好嘛 我不用拿也没关系 所以这个财政部里面 有一个电子发票云 他里面会存了说 张善政他今天用了 这个悠游卡 刷了500块 或是用信用卡 刷了500块 买了这个东西 这发票在这里 所以就存在里面 那通常大家最在意 就是那我会有没有中奖 过两个有没有中奖 对不对 所以中奖 你会拿出一些发票来 对报纸 对不对 总要花个半个钟头 其实蛮浪费时间 然后最后 然后投资报纸率非常低 非常低 你那些有中到奖是唠叨的 没中到奖是正常 正常 所以以后就不用做这件事情了 以后财政部呢 他都很清楚说 哪些发票中奖了嘛 他可以在这云端里面 很快把所有发票 扫一遍 所以中奖的是哪些人 其实你看最近这一两期 不是有千万奖金这个吗 他就已经公布了说 某商发票 是在桃园县的某一个地方的 比如说什么某某超商 中的奖 对不对 他都可以知道这个地步 那其实再多做一步不是很好吗 他其实甚至可以讲说是 谁中的奖 现在是不知道 但是因为你用悠悠卡 你用信用卡去刷 其实都等于有一个消费履历的意思 对 然后他就可以知道 消费 这个消费是 那张信用卡刷的 那张信用卡是属于张认证的 那如果我再同意说 那我这个信用卡的额外一些资料 比如说我的电话号码也好 我的email账号或什么样也好 他就可以通知张认证 你现在中了五百块 你现在中了一千万 对不对 那我看了这个当然是很高兴 我就去领奖 所以以后都不用做前面讲说 对报纸对奖的事情 中了奖 他主动通知我 因为所有资料全部都在这里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福利 所以其实这样看起来 这个云端技术的运用 它可以增加政府的效能 可以简化很多的流程 同时还大大的环保 对 那我们这个整个云端 它有分三个架构 包括软体 平台跟基础建设 您看我们台湾在哪一个部分 是最占优势 然后哪个部分是未来 我们要积极努力加强的 我们刚才不管讲是 那个食品云或是电子发票云 都是属于应用 应用就是在我们三层里面 最上面 软体应用跟服务 那我们很厉害 马上把它应用出来了 对 所以其实我们的创意 电子发票的创意也好 我们那个电子并力交换 或是我们那个食品云的履历追溯 其实都是应用的创意 对这个很重要 就非常重要 所以其实我们先不讲 这三层式的这个技术 我们其实讲最有价值 最有价值是创意 这创意其实不是技术 是一般人生活的这种体会 对不对 我希望我是日子怎么样 可以过得更方便更好 这个每个人都可以想 不是说只有懂技术才能想 这个是最珍贵的部分 所以这边也顺便呼吁一下 有创意的人 赶快来贡献创意 我们看看可不可以把它落实 那当然创意落实 就要靠软体去把它做出来 对不对 然后软体里面又要运用到 很多资料的处理 我们刚才讲说你现在看 电子发票资料的处理也好 食品履历的 食品追溯资料处理也好 这个当然还需要很多这种 中介软体 就是这种软体的资料处理工具 这一层 老实说是我们过去台湾比较弱的 所以这个我们需要赶快去努力加强 但是这些软体将来一定要 在某些硬体上面去跑 对不对 我们说电脑的伺服器要去执行 这又到台湾比较强项的地方 就是我们所谓基础建设 像伺服器 其实我们不管讲是什么脸书也好 或者Google也好 其实他们用的这些伺服器 云端伺服器 绝大部分是台湾生产制造的 所以这边我们什么广达委创这些伺服器 其实早就在国际上面占有一席之地 我们是有技术优势 当然只是说那边的利润比较薄 我们说毛山道士 他们那边的利润当然没有毛山道士那么惨 但是比起我们中间这些资料价值的工具 或是应用软体的开发 其实利润到底还是比较薄一点 所以将来我们努力的方向 是尽量把我们台湾的人的智慧 拿去开发应用软体 这应用软体如果开发出来以后 其实如果碰到这种国际上面 也有这种随便讲电子发票 这种运转模式的国家 其实我们是可以有软体输出的机会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统一发票 其实是国际上面的创举 但是也不是唯一 我们对岸大陆看到我们有这个好的创意 其实也在很多场合都在慢慢地削 所以如果说有一天 我觉得这个日子应该不远 有一天如果中国大陆这种发票的制度 跟我们统一发票非常像的话 过去是很像的 将来整个电子化以后还很像的话 其实这个应用软体是有外销的空间 那其他刚刚讲的那些 病例交换也好 或是这个食品履历 也都有外销的空间 所以我们是对中间跟上面这两层 将来这发展潜力是寄予后 底下是不用讲 底下已经非常成功了 是是是 上面两层还要继续努力 是所以我们透过这个云端 我们可以把这个无穷的创意 开发出它无限的价值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非常感谢 行政院政务委员张善政 张政务委员来到节目当中 也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明天同一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